目前的LNG的船都正常的卸收 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我早上看了一下 昨天的卸收也很正常 今天也会有相关的船进 也都会正常卸收 没有问题 目前这个运作储存量 大概有11天左右的储存量 LNG的储草 我们确实陆续都在加速的建设当中 包括现在三阶的 跟未来的在高雄 甚至在协和 这个其实对台湾都是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对台湾的建设